用豆芽跟牛肉炒了一道鲜辣开胃的下饭菜 真的超级好吃 准备利豆芽跟一小块的牛肉 利豆芽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牛肉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装进碗里面 加入老抽胡椒粉 淀粉 然后一点清水 先抓至粘锁的状态 再喷一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腌制15分钟 趁着腌制牛肉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菜盘上的这些配菜 全部都切好备用 锅烧到冒烟 再倒油 用热锅凉油的方法 先把牛肉炒至断生 然后先盛出来备用 就着这个锅我也没有再洗了 要是你比较勤快的话 也可以洗一下 然后家里面有猪油的话 补一点猪油 先炒香姜蒜末跟小米辣 倒入豆芽 快速的爆炒 大概一分钟 把豆芽炒软之后呢 倒入牛肉 调味料放盐生抽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就行 不需要太多哟 把调味料翻炒均匀 最后出锅之前 加入一点点松鲜 先蒸鲜 然后再来一把蒜苗 叶子蒸香 快速的翻拌均匀 即可出锅 又是一道特别下饭的家常菜 喜欢你们也试试看吧